也是在台中要带您关心惊险的车祸意外 一名计程车司机为了闪避车辆 逆向撞上了一名重机骑士 另外还有驾驶要右转 因为没有礼让撞上一名骑士 这个骑士还很淡定的 躺在地上滑手机 迟到了救护车来才愿意起身 还有一起车祸是一名70多岁的富人骑车 在路口跟另外一部机车发生碰撞 造成了手腕骨折 但是对方竟然是丢下了富人 肇事讨意 路口处两台机车车速飞快 不偏不倚撞在一起 其中富人滚地两圈 痛到爬不起来 骑士下车关心她的伤势 不了下一秒 骑士把富人的机车扶起来后 竟然直接骑走 骑士丢下富人 肇事逃逸 热心民众发现后 连忙报警 富人左手腕骨折 送医治疗 警方调阅监视器一路追查 她终于掌握到涉案车辆 汽车骑士驾驶动力交通工具 致忍受伤而逃逸部分 将依刑法第185条之事规定送办 台中车祸接连不断 在向上路 对面的计程车一路偏移 逆向撞上 再轴转到的重机启事 小黄问奖变换车道不当 她自称隔壁车辆一直往左靠 自己要闪避 不愿撞车 无独有偶在台中市区叫车要右转 撞到同方向的机车 女骑士被押住爬不起来 驾驶下车把机车扶起后立刻报警 转弯车与自行车发生碰撞 在此呼吁用路人 转弯车要你让自行车先行 女骑士手小行为错伤 双方都没有酒驾 不过女骑士被撞后就这样躺在地上淡定滑手机 直到救护车到场才爬起来 民众目击过程拍下影片简直看傻眼 这盘系程式行业排出报道